隨著國內路跑風氣興盛 女性族群的運動人口更是不容忽視 為了迎接這個週末的女性路跑活動 主辦單位找來曾經拿下奧運馬拉松金牌的 中本瓦來台 儘管這位長跑好手已經年近60 拿下金牌也是30年前的往事 但是對於跑步的熱誠 絲毫不減當年 我可以做到任何地方 我繼續挑戰自己 像在台北和台灣 這次跟本瓦一起造訪寶島的 還有過去曾指導過Serena Williams的訓練師Marie Purvis 既然有這樣的黃金陣容 對國內選手當然是自我突破的大好良機 像是謝千賀 雖然身為國內大運會5000公尺的紀錄保持人 既然是以夏季奧運馬拉松為目標 絕對要跟John請教幾招 當然不能錯過這個那麼好的機會 就是可能會問他一些有關於馬拉松訓練上的 因為我覺得我還在馬拉松這一塊還算是新手 所以我會多問他一些有關馬拉松上面訓練的一些技巧 或是方面之類等等的 而且謝千賀馬上有機會可以驗證新收穫 因為在6月8號就要有一項辦程馬拉松開跑 同時也是國內第一次純女性伴馬 渴望讓周末的台北充滿活力 外區新聞張建宏 張紀元採訪報導